金華城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已經出來了 從原來在郝市長任內 他是一直認為說這個是捐的地之後還是392 後來金華城去監察院 監察院糾正了台北市政府 糾正了郝市府說 人家已經捐地完你應該回復到560 所以560%是監察院的決定 所以後來柯文哲上任之後是依法行程 恢復到560 這是監察院的糾正報告 那在560恢復以後 他依照程序按照都市計畫變更的方式 他提了案 然後來增加所謂的容積率 包括容積移轉跟容積獎勵 這兩個在都市計畫委員會都是公開直播的 我想這個東西如果有問題就麻煩送檢調 不用再用這樣的方式丟上水 也就是容積的部分有問題請送檢調 那怎麼看說那個袁壽說他們根本沒有跟北市談過 然後會議紀錄的人就講 好各位這是我手上台北市政府在市北科所有的訪談紀錄有14份 不是只有這一份 這就是14份不是只有那一份 袁壽他們怎麼說的 但是來參加的有人有名有姓 都是可以查證的 第二個 如果這個會議紀錄都有公務員 公務員誰敢造假 所以議員要指控公務員造假 台北市政府的高層有義務出來幫公務員做說 第二個 這些公務員他們非常積極 一個投資案不會有人比業界更了解市場 所以到處去訪談 去了解他們來不來投資 為什麼來投資 或為什麼不來投資的原因 是台北市政府投資辦公室的工作 所以這個案子從開始到標不出去 然後我們要去問廠商為什麼你不來投標 第二到拆標之後還要再去問廠商 你可不可能來投標 這都是台北市投資辦公室的事情 產業發展局的同仁非常的認真 治北科他所有的招商說明會 連我本人都參加過好幾次 去詢問跟了解各大廠商為什麼來 或為什麼不來 所以也沒有什麼捏造的問題 投資辦公室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那台北市在所有的廠商投資的過程裡面 尤其T16 17 18 當時因為是疫情期間 然後狀況不明 景氣也不確定 所以很多的廠商都打退堂鼓 到後來我們重新估價 包括訪商 然後重新估價 顧問公司的建議 然後再去了解市場的狀況 然後進行了財分標 所以重點是 今天所有的東西都是公務人員 跟著整個案子一起走的 所以不要把公務員當成政治惡鬥的工具 尤其是賈王安市長不懂 李四川副市長我相信他不可能不懂 重點是你們把公務員 放在第一線 任由所謂執政黨 國民黨的議員 跟著綠營的議員一起 在裡面惡意的操弄 沒有幫公務員說半句話 我相信 所有現在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應該都非常的惶惶不安 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被自己的長官出賣 我還是要強調 不要把公務員當成政治惡鬥的工具 這個是台北市所有的資料都可以調查 市政府你只要把這些公務資料調出來 幫公務員說句話 這些人都是為了台北市政府 為了市民做事的 不要用因為政治而蒙蔽了你的眼睛 那那個人因為現在檢出委員 他們一直在咬說這個 這個 包括那個 原來北市科的案子 他們說下修全力氣底價 都是在柯市長任內來簽署的 會不會覺得他們現在 一直在打柯貢賊戰 不是沒有談到重點 各位再強調一次 這事都過經過公開的估價 合理的評估 然後市長只是最後的拍板 也就是過程裡面都有各次不同的會議 還有估價報告 當時就是因為標不出去 請問標不出去不檢討要做什麼 繼續標不出去嗎 所以我們的做法很清楚 就是標不出去要檢討 同樣的 廠商為什麼不來標也要了解 如果依照他們的狀況就是標不出去 你就是永遠綁在那邊 然後什麼事都不做 到今天也標不出去 各位這個案子 底價 totally加起來在80幾億 我們大概達到了120幾億 這是為台北市民爭取到的最大利益 所以我希望一樣 當時是一件好事 現在政治操作把它變成一件壞事 第二個T16高價標出去 人保公司勢在必得 第二名的底價也出了60幾億 底價是45億 第二名也出60幾億 人保出80幾億 表示他們勢在必得 但是T17、T18為什麼他們不來標 這要問問廠商啊 然後T17、T18標出去的時候 T17有6家來領標 只有一家來投標 T18有9家來領標 只有一家來投標 你要去問問其他8家為什麼不來投 而不是問台北市為什麼 用這個價錢標出去